我是币群老眼 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的投机 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 还有整个大环境的分析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 比如第一级的韭菜 有种顶级的思维 叫做莫菲定女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观众老眼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金融行业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行业 特别是数字货币的投资行业 都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 形成一套投资的模型 需要三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进入这个市场 切不可抱一夜抱负的思想 否则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那么好了 今天来说说我们今天的操作 今天的操作 那么最近我们这一波是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 一个W的一个走势 W的一个走势 现在首先我们走了一个W的一个完美行情 完美行情 是完全吃到了这一波 吃到这一波 特别是从这个最低点的时候 进行了一波的拦截一波 直接到这个位置 那么实际上昨天晚上我们也是在这个位置 进行了一波拦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直接拦截 吃到了这一波 吃到了这一波 那么向上来该怎么走呢 冷眼还是看到一个继续上涨的一个趋势 继续上涨的一个趋势 666660美金 那么这个线就看得非常完美 这个线就看得非常完美 大家可以轻易的看出来 这样的操作的线的话 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走势 先是呈现了一个W的一个走势 但是下方的量还是不是很多 下方的量还不是很多 呈现了一个乌远的一个走势 那么还是在下方 你看下方的量又开始密集起来 你看这一块密集的区域 这块密集的区域 特别是这个针 特别是在23号的时候 场上的一个量非常放量非常多的时候 但是它在这个方向 又在今天的今天的24号的昨天24号 现在已经是25号的凌晨 早上的零早上的48分 刚过12点 那么它这个操作 那么就非常的敏感 你看就这个位置 下方放量非常多 所以说在这个方在这里做空的话就很危险 很危险 所以说冷眼在这里做了一个多 在一个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多单 多单 多单 后来发现 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妙 情况不然出现了一个 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 下跌的一个情况 曾经一个V字形的一个 下跌的一个情况 说说冷眼 看了情况不对 说说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止损的一个动作 在这个7500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止损的动作 只是做了一个止损的动作 没有损失多少 没有损失多少 说说如果是看在外来 人看来的话 他们很可能就会爆仓 因为下面直接冲破到下面的7400美金 7300美金 说说就非常危险 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进行一个做多 那么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做多的话 就非常的危险 危险危险 说说冷眼 就把这个仓位平了 刚刚把这个仓位平了 也没有损失多少 差不多 相差差不多10美金左右 10美金左右 相差不是很大 相差不是很大 那么这一步操作 那么这一步操作可以安心过夜 因为周六的话 它的操作人比较多 还有一些人比较多 周末操作 它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 波动性是非常大的 说说 这个是危险挺大 危险挺大 那么我再看一下这个5分钟的线 5分钟的线 有点卡有点卡 等待一下需要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啊 你看这个5分钟的线 它是呈现了一个啊 直接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它是之前我们抓到的这一波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直接吃到了这一波 但是啊 今天晚上啊 在这个戳到下面去啊 直接干到了400 是7430美金的位置啊 说说就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动作 说说在我们在7500美金的时候 做了一个止损的一个动作 止损的一个动作啊 那么今晚就不完了 今晚就不完了 那么熬夜的话呢 熬夜的话啊 不太好啊 不太好 因为半夜可能你盯不了盘了 说说 说说冷眼在这个位置啊 进行可能明天啊 明天会进行一个做多的一个情况啊 做多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还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啊 看明天的下方的放量有没有啊 你看下方的放量还是没有的 下方的还是那些空军的量比较多啊 空军的量比较多啊 说说还是啊 先看明天的操作啊 过了凌晨 过了下午下午6点钟左右 明天北京时间啊 25号的下午6点钟左右 我们会进行一波的开仓啊 开仓测试啊 做进行的一波操作啊 这一波操作就会非常逊猛 这波操作非常逊猛 那么我们也会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啊 完成啊 所有的动作啊 反正所有的动作不会啊 不会和这个市场啊 纠结啊 纠结啊 你犹豫了 你就会损失啊 就像啊今天一样 你一旦做出了一个犹豫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就会进行一个啊 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啊 说说 做验台的判断啊 不要被影响啊 被被市场影响 就是啊 有些人在群里面 他说一跌一点点 他就开始啊 开始啊 问很多问题啊 就像刚才啊 跌了100个点啊 就有很多人开始在群里面 叫啊 正常有一点啊 正常的一个波动是很正常的 正常有一个波动是不很正常的 100个点是很正常的啊 100美金是很正常的波动啊 说说大家不要过分的去纠结啊 那一点点啊 纠结啊 然后搞得搞得影响自己的判断 影响自己的判断能力啊 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这一波啊 你看到 他现在又又回到了七千啊 7526美金 你看 要是刚才我们这挂的话 挂到这里的话 现在还要赚了 赚了 说说大家不要啊 不要影响判断啊 不要影响太慢 尽量在这个合约前面 保持一个静眼的一个状态 静眼的一个状态 不然大家都会被大家 这个情绪所影响啊 导致啊 整个收益下降啊 收益就得不到啊 收益得不到那么多啊 得不到那么多 说说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 克制的一个状态啊 一定要把这个单做完啊 做单 包括你们也可以私下 慢慢的开单啊 慢慢的学会开单 学会自己玩啊 进行一个操作啊 学会这个无码推车战法 还有一个合约的最简单的操作啊 你们都可以学会啊 最简单的操作 你们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 一旦学会啊 你们就可以和这个庄家 进行一个博弈啊 博弈 那么 狗装的套路还是很深的 这一步我们就可以 从头一个VG性的一个反弹啊 就是要货边刹车啊 要货边刹车 本来是可以做多啊 形成了一个盈利的画面啊 盈利的一个局面 那么其实可以看得到的上方的一个啊 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位置 7800美金的位置啊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啊 开启一个个急急冲破那个8000美金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 那么明天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进行一波进重要的拦截的话啊 那么还是可以赚到钱呢啊 虽然钱赚的不多 但是啊还是得赚了 因为啊 距离这个比特币减产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啊 那么我们会不会在这一波进行一波超级大的反弹呢 这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看到反弹过后啊 会出现一波小幅度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走势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30分钟的线啊 看一下这个30分钟的线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 看清楚这个操作啊 任何人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一个博弈的时候 都需要进行对于这个市场进行一个分析 如果啊 都不进行一个市场分析的话 那么就非常恐怖啊 操作也是非常危险啊 非常危险啊 任何一个操作都是啊 经过三次考虑的 任何一个操作都是经过我们大脑所思考的 说说明天你会 如果你在一个位置进行一个做多的话 有可能会获利啊 有可能会获利 说说啊 你们可以按照啊 严格的按照自己的操作来去做啊 慢慢的学会去开单 去开单去学习去赚钱啊 而不是啊 只看老师操作啊 你们也可以慢慢是学会操作啊 学会操作啊 那么明天可能会进行一个做多的一个情况啊 说说 这个多单你看 这个多单在 在这个 6000多美金的时候 进行一个多单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啊 那么就赚了非常多啊 这一步 可以吃到了差不多1000美金的一个利润啊 1000美金的一个利润 是不是非常好啊 非常棒啊 那么 说说明天呢 操作的话 有可能进行一个多单 说说大家啊 先做好笔记啊 做好笔记 明天6点 晚上6点钟 我们进行在群里面进行一个操作啊 好 今天是说到这里啊 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的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啊 大家想领取一份草币秘诀的话 可以添加冷眼的助理 啊 冷眼1004 冷眼的评写在1004啊 就可以添加到助理微信 回复666啊 就可以领取一份草币口诀 在下方评论666也可以领取一份草币口诀 好了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